被泼排泄物后 上周五感冒的肖敬腾在演唱会上 依旧卖力献身 但在歌迷面前绝口不提 无误事件 尽管事发至今四名嫌犯已经落网 但指使者张哲志却共称 只是替友人出气 传出这个友人就是肖敬腾的日籍女粉丝 Yuki 事件发生后 Yuki随即在微博连四天喊冤 不是他做的 还强调人在印尼巴厘岛 日前透过岳阳电话喊冤 说他不认识嫌犯 话锋一转 又将矛头指向经纪人Summer 甚至爆料Summer才有黑道背景 认为自己一再被毁谤 是经纪人在炒作新闻 案发后肖敬腾也在脸书发文说 担心主使者已经离开台湾 而且不会再回来 正和Yuki不在国内的情况符合 Yuki则喊冤 过去因为遭受不明人事骚扰 所以暂时不会反台 Yuki持续在微博痛批Summer 还扬言被影设施破会晤主谋 一定会提告 Yuki冲着经纪人而来 也意外和角头张哲智说的一样 不是针对肖敬腾本人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